洛杉矶时间2018年9月12日 由中国湖南省吕发伟主办 《魅力中国》中文电视承办的锦绣肖香 走进洛杉矶湖南旅游推介会 在圣盖博士希尔顿酒店宴会厅隆重举行 这是锦绣肖香既走进英国、爱尔兰、老挝 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后的 又以文化旅游合作交流盛事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文化参赞古今 文化领事王锦 湖南省吕发伟党组书记、主任陈献春 湖南省吕发伟市场开发处处长黄国斌 洛杉矶郡礼宾司司长Lauder Sepp 洛杉矶郡郡长Catherine Barger的代表吴中国 阿罕布拉市市议员沈时康 洛杉矶会议及旅游局洛杉矶总部 中国市场旅业总监Jordan Barfield 中国驻洛杉矶旅游办事处主任吴宁 比佛利山庄会议与旅游局 中国市场开发经理刘卓 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中身教授 白春生等贵宾及洛杉矶当地知名旅游企业 文化产业机构和主流媒体代表 出席了当天的推荐会 众嘉宾先后致辞并分享了湖南旅游的美好经历 鼓励旅游业者吸引更多的美国民众到湖南旅游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文化参赞古今 致辞时首先代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 向本次活动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祝贺 他表示湖南历史悠久 人节地灵 有着灿烂的文化 多样的自然环境和得天独厚的资源 中美之间的旅游合作前景广阔 是加深两国人民之间理解和友谊的有效方式 中美两国都是对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大国 两国人民应该多走动 多到对方的国家去看看 才会为中美关系打下良好的民意基础 湖南省旅发委主任陈宪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他表示 美国是湖南接待如今游客的第五大科研国 湖南接待美国游客8万人次 就不完全统计我们预计 湖南到美国的游客在20万人以上 他强调 湖南与美国双方携手文化旅游合作 必将进一步扩大游客互访规模 为加深中美友谊做出新的贡献 最后 陈宪春代表湖南省旅发委热情成腰 各位嘉宾出席即将举办的 2018中国湖南国际旅游节 和2018中国湖南旅游产业博览会 即湖南首届旅游装备展 洛杉矶会议及旅游局 洛杉矶总部中国市场旅业总监 Jordan Berryfield在讲话中指出 洛杉矶的旅游资源也十分丰富 可以为中国游客提供全面的旅游体验 洛杉矶会议及旅游局 对中美之间的旅游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并将积极促进旅游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一段风景以尼文化底蕴深厚的湖南旅游宣传片后 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中申教授白春生 作为湖南旅游的推荐人 向在场的宾客介绍了湖南独具特色的旅游产品 湖南省旅发委也和洛杉矶会议及旅游局 比佛丽山庄会议与旅游局互赠了礼物 保持长期合作关系 据悉9月15日 锦绣肖乡湖南旅游推荐会 还将登陆多米尼加共和国彭塔卡纳 携手当地各界人士共襄胜举 魅力中国记者现场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